大家好,欢迎收看DJI智能飞行系列教学视频 今天主要介绍兴趣点环绕功能 首先,什么是兴趣点环绕? 兴趣点环绕是指飞行器可以按照设定的参数环绕着兴趣点飞行 那么,如何开启兴趣点环绕功能? 将手机与遥控器进行连接 启动飞行器 打开App DJI GO 选择对应的飞行器相机进行连接 在PGPS模式下遥控飞行器起飞 将模式开关切换到F档 App会提示是否允许切换飞行模式窗口 点击确认 App弹窗智能飞行功能选择 选择兴趣点环绕功能 App弹窗提示控制飞行器飞到兴趣点上方 点击设置兴趣点 飞行器将记录兴趣点位置 此时操控飞行器飞到兴趣点上方 飞行高度需要达到5米或以上 点击设置兴趣点按钮后 App弹窗提示 飞行器将以缓慢速度自动环绕 你可以通过遥控器调整环绕半径 高度及速度 此时操控飞行器往外飞到您想环绕的半径处 半径需达到5米及以上 然后拖动速度条 设置您想要的环绕速度和方向 系统将自动计算飞完一圈所需时间 点击立刻去行 此时App将弹窗提示 飞机电量不足时进入智能返航 请根据环境设置合适的返航高度 保障飞机安全 系统默认返航高度为35米 可根据飞行环境重新设定返航高度 然后点击确认按钮 兴趣点环绕功能开启 飞行器会根据当前设置的兴趣点 半径及环绕速度进行环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此外 人可通过遥控器控制飞行器 左摇杆上下可调整飞行器的环绕高度 环绕时飞行器默认朝向性许点 左右可调整机头朝向 右摇杆上下可调整飞行器环绕的半径 遥控器上扶养波轮可控制云台扶养角度 左右可调整飞行器环绕的速度 左右可调整飞行器环绕的速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